回來了 剛剛看到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留言 他就說 歧視欺凌移民第二代比較多 第三代母語已經是當地語言 其實 有些人說為自己的子女去移民 我也再提醒多一次 這個話題本來我沒有打算說 現在我立刻緊急加一個 有很多人在香港說 我為了小孩去移民 自己就在香港那些東西賣光 辭了一份工作 去到外國他就不做事了 我為了你去外國而已 小孩在當地就讀當地的 Local School 你在外國就有外國的 教育 我講一個真話給大家聽 最傷就是移民 最傷就不是最上一代的 決定去移民的人就不會很傷的 為什麼呢 我講一個話給大家聽 他們不需要在社會那裡賺錢 有很多 就算現在做BNO 有部份賣了香港一層樓 或者他可能有一層樓收租 他賣了其中一間 拿錢去英國 實際上最受傷害的 其實就不是他們決定移民的人 因為小孩移民是不能選擇的 有人留言問我為什麼我會移民 我是不能選擇的 我移民不是我選擇說要移民的 這個一定要講給大家聽 這個話題我本來都沒有想說 真的 如果你說 真的要帶小孩去移民 他有更加好的機會 這樣說 一個四十幾五十歲的人 其實他的工作生命 還有十幾年 如果你說 我提早退休 就是為了子女 提早退休到外國 去到外國什麼都不做 舉個例子是這樣 其實現在有很多BNO人 我看到都是這樣 其實那些小孩 他們會很大壓力的 其實 我講句真話給大家聽 可能是你不覺得的 上一代的人可能不會不覺得 決定移民的人可能不會不覺得 但是 第二代他上學的時候 已經被人歧視了 其實 我講句真話給大家聽 我自己也經歷過這件事 但你說現在好一點 現在少一點 但是現在你看看那些BNO人去哪些地方 先去哪些地方 我都算幸運 我那時候算是 這裏的大城市 那裏居住 還有 我居住的地方 比較多唐人 其實這件事 對我來說 都是好一點 但如果你說 你馬上是移民的 你馬上去一個 小鎮 以前小鎮有些地方 都很nice 我講句話給大家聽 現在去小鎮反而比以前還差 我講句真話給大家聽 以前你去小鎮移民 他們當地人 因為很好奇 可能當地人 都沒有什麼唐人 你去到一些 很偏僻的地方 都沒事的 你很快就融入了當地的社會 可以的 其實 不是不可能 你說小孩子行不行 可以的 如果小孩子 一來到就讀小學 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的小孩 是在讀中學 才會移民 其實他的適應本身 已經很難了 就是 要理解這件事 你說 有很多東西 有人 荷里屋原來看過那本書 其實 有些東西 你要有社會經驗才會感覺到 社會有沒有歧視 什麼叫社會經驗 你要在當地工作 打當地人的工作 什麼當地人工作 老闆是西人 我從來都是打西人工的 我不喜歡打唐人工的 我也要說回 為什麼我不喜歡打唐人工 因為唐人老闆更糟糕 在我的角度來說 有些人當然無所謂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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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唐人老闆做事 可以做到很高職位 他們是可以的 有些人 有些人不介意 但我自己為什麼做不到 就是因為 我告訴大家 其實唐人老闆 跟西人老闆 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唐人老闆 他會覺得 他是擁有你的全部 包括你的私人時間 有很多唐人老闆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在這裡遇到很多 他覺得 你擁有你的全部 但是西人老闆就很少 他覺得 我只是給了你錢 你上班 所以你只可以在這裡做 八個小時 我只要你八個小時 交貨 你只要你八個小時的貨 就行了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 其實是不同的 大家的情況是不同的 拖得車 現在很多英國BNO footballer 去到踢衛生球 當地多隊 穿州過省打聯賽 其實 他們那些提早退休的人 肯去打球 其實都是好事 有很多人是不會的 有很多人 我告訴大家 這是真的 我們見到 新來有部份移民 就是每天都在聽老蕭 每天都在想想 怎樣光復 怎樣做時代革命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們見得到的 他們是 你不要開玩笑 真的有些人 他們有很多錢 為什麼有很多錢呢 香港的房子都賣了 然後 來到 就是 要是去 喝茶灌水 酒樓有很多這些人 提早退休的人 你看得到是哪些人 然後 酒樓到高潭闊論 又說 共產黨不行 什麼什麼 他會說很多這些 其實就是 是很多這些人 我告訴大家 哈哈 你不要以為 我在那裡狗吹 不是的 很多這些人 就是去 港式茶餐廳 又在那裡 說 共產黨不行 什麼什麼 在那裡狂吹這些 你說 一早應該開放 不行的 整天都封閉 都是 害死人的 封城 其實有些人 說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有些人 不過我們說 為什麼要說這些事情 就是 他們那些決定移民的人 他們是不會知道 他們的下一代 是在經歷著什麼 他們都不想理會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我講他們真心話 他們不會理會 他們不想理會 還有 有些孩子 就不想父母擔心 不出聲 其實亞洲人很多 這種情況就是 很怕父母擔心 其實 是很嚴重的 就是你一怕父母擔心 很多事情不說出來 你怎麼不說出來呢 我告訴你 就會衍生到很多悲劇 我講個例子給大家聽 我們認識一個女孩子 這個 這個現在可以說 因為差不多過了二十年了 過了二十幾年了 這件事發生 過了二十幾年 我們都是聽回來 這些二手消息 追不追得回那個人 我不知道 那個女孩子來這裡的時候 應該是讀中學的 讀中學 她很快就融入了西人圈子 跟西人一起玩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有這樣的情況 你自己警惕一下 如果你現在想移民的話 融入了西人圈子 當然 那個女孩子當然不夠清 就是來的時候 但是呢 融入了西人圈子 西人圈子也有不好 她融入了那個圈子 其實就是很多鬼仔 不是歧視人 不是歧視人 就是當地的男生 那些好一點的地方 當然不會搞到這樣的 我告訴你 所以有時候留意一下 那些孩子就是這樣 這件事是二十幾年前發生的 她當然是融入了那個圈子 就跟那些鬼仔 鬼妹開派對 開派對 那些鬼仔有幾個 年紀大一些 就不知道哪裡 就找了一些酒回來 找了一些酒回來 其實香港也會有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 有些事情是這麼麻煩呢 就是 為什麼這些故事 我會聽得到呢 就是因為 唐人圈子實在太小 這些地方 如果發生了這些事情 誰呢 其實我很容易會知道 一起去派對 那時候還沒夠清 16歲還沒夠 我聽回來的那個版本 16歲還沒夠 然後一起喝幾杯屎水 有很多人 雖然是走歷不升 女孩子 特別是小小的 被人冠著 然後追了 追了之後 結果 就被那些 男孩子 輪流上 是事後才知道的 她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全部斷了 第二天醒來 下面很痛 下面很痛 又沒有想過會被人連環搞 這是家長指引 沒有想過會這樣 為什麼一群朋友一起玩會被人連環搞 不知道 幸好那個女生覺得自己沒什麼都算了 覺得有些沒事就算了 問題就在這裏 你說之後會不會有些其他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 我聽過這個故事之後有沒有後遺症 我不知道 但是這樣說 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 敢不敢跟家人說當然不敢 報不幾天不報 其實有些人看準這些事情 就是看你也不跟家人說 亞洲人 你的家人也跟你不合適 有時候專門找什麼人下手 就是找一些跟家人也不合適的人 那些人 那些是不同種族的 但是都是找哪些少女下手 為什麼呢 就是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你那個女生也不敢跟家人說 不敢去報警 那他就沒事了 是有這種人 這個世界 你說我說這些事情 我提醒大家 你不要以為移民是沒有代價的 如果你還沒移民之前 你女兒或兒子 在香港是讀很好的學校 那他遇到這些事情的機會 就很低 但是如果你移民之後 你那個兒子那個女兒 是讀普通那些local school 還要生卡拉 不知道在哪些local school 那他遇到這些事情的機會 就很高 你明白嗎 有時候我不想說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現在要說 我看到太多人 就不斷在說 我要為自己的子女打算 他怎麼移民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你在社會的中上層 就像在香港這個地方 你在中上層 你有什麼必要去外國做下層的人 你有沒有必要 你是沒有必要這樣做的 還有 我不是啊 我留下老公在香港賺錢 我們一家人 老母親帶子女 沒有雞帶小雞 去外邊做事 沒有必要這樣做的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 其實是會有很大可能 是令到整個家裡都散了 我說這些事情 一定是沒有人喜歡聽的 沒有所謂 沒有人喜歡聽我都照說 我又不是恥笑人 我就是不喜歡笑人 人家壞了 才笑人家幫不了人 我講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告訴大家 你考慮清楚 才要做某些行為 你不要說我為了小孩 我什麼都肯制 不是這樣的 不是你什麼都肯制 就搞得好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而且你根本就看不到 他們剛剛進去 在外國讀書的人 那個慘況 你完全看不到 你可能還給壓力 那個小孩 不斷在這裏 那小孩 這些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我講一句真話給大家聽 講到這裏就算了 我也不想這樣 因為我看到現在 香港最嚴重的 就是媒體在那裏 繼續報 賣樓 趁機賣樓 再移民 我不是教人不要移民 你知道那個後果是什麼 你可以移民 沒有所謂 你知道那些陷阱在那裏 你移民沒有問題 你不要害到自己的子女 然後就說 為了子女 不要這樣做 這樣是不對的 我不想這樣說這些 但是 有些事情真的沒有辦法 不說不行 讚師生就說 失足少女失足少婦 我告訴你 其實問題就是 在外國也有些男人 就很糟糕的 專門是搞別人老婆的 我們在這裏移民 二十幾年見到的東西 差不多移民三十年了 不夠三十年 二十幾年見過的東西 講一點點 分享一下 我沒有想著說 我隨口都說得出來 因為見得太多 這些東西 有些人專門是欺騙那些 在外面 看著子女的女人 專門是欺騙她們的 教她跳舞 跟著又跟她很關心她 喂 心靈空虛寂寞 因為老公不在身邊 大把這些情況 跟著 有些賤格到 上埋別人的女兒 都有 有 我們見得到這些東西 你不要以為沒有 這個世界 所有好人 天下無策 全世界都是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告訴你 你有什麼必要 要把自己的家 放在這樣的危險之下 Franter Wong就說 太空人老婆 我相信 Franter Wong在加拿大 都見不少這些東西 在外國牆 住的人 根本見很多這些東西 啊 仆街害多到不得了 真的不是說笑 有很多仆街 這個世界 有時候 為什麼突然之間 要加一些時間來講 就是 你們好像 有些人 好像完全不知道 移民的危險 還有 想起來 人家 97年 移民潮的時候 已經做過那些事情 很多人 是 不好意思 說句 難口一點 衰九 你就要學人家 衰九 那些方法 我告訴你 不要這樣 真是糟糕的 很麻煩的 那 那 那 就是 我就是穿米書的老爸 就說留言 衝動移民之後 發現 早一月之前 然後 就是 衰了 死了也不認衰了 死也不認衰了 他說 說 說 仇恨轉型 回原生地 看到很多大陸移民 香港的新移民 比香港 陀地更多反賊 哈哈哈哈 那你說 我 我免得說這些事情 那 那 輝日人 裡面的共同體 就說 移民二代 除非很有錢 如果不是很大機會被歧視欺凌 這個是真的 因為 因為 他有一條歧視鏈 那些人 很壞 那 YZ YZ Y央 我不知道再說多少 YZ 可能我說多了 移民外國 從來都不容易 外國生活 是天堂 還是地獄 只有移民去外國的人 才會親身感受得到 那 其實是 不是的 那 這一刊就說 90年代社長說這些事情 在適離多的事 我不會騙人的 我們看到些什麼 說什麼 我隨口都說得出 這些不用做資料搜集的 因為我們見過 那些記性也算是OK的 見過就說 是不是 移民有一定代價 強性有淫人 妻女少可可 我不是嚇人 有些人說 你嚇人 叫人不要移民 我從來都不會嚇人 我就告訴你 你說香港也有這些 是香港也有這些 但是如果你在社會的階層 那裡 你是中上層的 你會不會遇到很多這些 你不會 我老實說 你基層的人 在香港會不會遇到這些 會 但是你的問題就是 因為你本身是中上層的人 你去到外國做基層 那你就慘了 其實就是這樣 我告訴你 那個實情就是這樣 你信就信 不信就算 老實說 你抹黑人 我不會 我只會 我只會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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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說到這裡 算了 那麼 輝爺爺 李美麗同同體 他有說到 有些更混賤 人又要錢又要 絕對有 絕對有人 是專門這樣做的 連環騙 很多這些女士 根本是有這些人 你不要以為 做戲才有 不是 根本是很多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專討那些 就是 喪偶那些 他們很壞 有些人 其實到現在也是有的 專討那些 身近喪偶的人 有些人是這樣的 是很神經的 我告訴你 是很麻煩的 Darley就說 我讀過那間中學 算是中等20年前 有台灣中聯邦和越南邦 有什麼奇怪的 其實根本 你不想被人搞 你就跟人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很慘 所以我告訴你 Estar就說 有很多男女 都有 好朋友 先生 都搞 是啊 是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唐人社區 有一個好處就是 很小 根本 你做什麼壞事 很快就傳遍整個社區 是很多這些事情 說到這裡就算了 可能說 你這麼邪惡 這個世界是很邪惡的 我都說給你聽 你看得到 我都說給你聽 你可能說 我在香港這個社會階層 我看不到這些事情 但是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你不是同一個階層 你不是同一個階層 你就會遇到這些事情 哈哈哈哈 你笑得這麼奸奸 是不是想我死 我不會想你死 我只是說事實 我是虎少 好了 Dali就說 很多新移民 男生傻間間被踢入會 根本有很多這些事情 為什麼我先說女生呢 因為 Ladies first 之後 有機會 如果你說起這些 移民二代 即是男生 遇到困難的事情 我就告訴你 我也可以說很多 有機會 我就再說給大家聽 不過這些是即興的 因為我是不想說這些事情 休息一會 回來說其他話題 當然 我們再說 我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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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